欢迎两位 31岁 有过一段婚姻 是吧 对 我看资料 我记得你孩子是8岁 是吧 对 离婚几年了 离婚三年多 小鱼是未婚 是吧 对 我未婚 怎么就 喜欢 当时朋友介绍的时候吧 我感觉他这人 挺漂亮的 而且说 比较贤惠吧 因为我这人 就大大咧咧 我们俩在一起 最起码能有一个互博 一般考虑到孩子的问题了吗 我对这些没多大要求 你就包括我俩 如果以后在一起的话 要不要孩子 我也可以听他的 现在谈了等于几年 一年吧 陆陆续续出了一些问题 对吧 对 来 谁来说这些问题 我说吧 主任 因为我是做生意的 就是在咱们中国 拉水滚 然后去越南卖 每次出现 我都要一个多月 但是收入很可观 但是你说现在吧 他这啥都管 我都不知道 我该咋办了 管啥呀 他去越南嘛 然后一走就一个多月 再说了 他之前的越南 还有一个女朋友 就因为他妈不愿意 他就分了嘛 然后我就心里没底嘛 你说你一走一多月 我也不知道你跟他干嘛呀 你那边要是出了对家 那我算啥呀 对 他是你自己相应 就是你说 咱们一个大老爷们对吧 破破兔们都是个爹 我说分了 肯定是分了 大家就不相信 那你说我能有啥办法呀 根本上不太信任你 对啊 你说 而且说每次我去越南 你毕竟咱出国了嘛 你说回来给他带点地方特产 小礼物 像说带个手链啥的 谁都高高兴兴的 他可不行 就该问我了 哎 你咋这会挑 挺好看 你是不是总给你越南女朋友买呀 我说我没买过 你说他就是不相信 我们俩出去一起逛街 毕竟属于恋人嘛 一起逛街正常 拉个手啥都正常 对不对 他可好 这个事他还会问我 你是不是 你跟你以前女朋友说 你俩出来咋呆的 你说是拉着手 还是跨着胳膊 或者说你搂着他呢 你说他这一天他无聊 你管想这些没用呢 因为我们俩本来就分手了 我没有联系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 对吧 你说现在他每天他都在提 任何事他都可以提到他 你说你让我咋办 他不就担心你 越南国内两头谈吗 他刚开始跟我出对象的时候 说他不爱照相 不跟我照相 但是跟他相组时间长了 我看他手机里边那个 他的时候有 他跟他前面有那个视频 他前面有又白又漂亮 他比我年轻 那我当然会问呀 再说我们两个出对象 我问他一些这些东西咋了 我觉得不过分呀 他也没过分吗 对 那很简单 你能为他不再去越南跑了吗 作为一个男人 咱要养家糊口 有自己的事业 这是正常的 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呢 对不对 咱们还有这条路吧 为啥不让我去 你再说了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 他跟别人他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就是我们俩 你说我拥抱一下 这都很正常 对吧 你说这个时候 他还会问我 说跟我以前越南女朋友 我们俩谁给你感觉好呢 最可气的啥 因为现在我 就是这段时间 他这样闹 我没法去 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 我待着都没有钱呀 所以说前几个月 我想去越南 他说啥就不让我去 而且他说话特别毒 你说说 因为我出过车祸 你看我这个脸 现在全是疤 而且说出过两次 严重的时候 我在ICU 我住一个多星期 你说他说啥 他说你就不听我的吗 你要这回你再去越南 你还得出事 本来我心里都对着忌讳 我也害怕着呗 你说他有这样说的 是我不对 但是那不也是没办法吗 我就是不想让他去 后来我们因为这个事 吵得也挺厉害的 然后他就推我 给我桑那儿了 扭头就走 也不理我 我就是不想让他去越南 感谢观看